好了,今集是這一關 第一點呢 那關一定要做 鎮壓那個墨尼弓 就是這裡 有些士兵 他們都會在找那個膠片 你就打光他們 弄均勻他們 弄均勻他們 好像你平時 鎮壓那些掃站 把士兵弄到他 不能夠行動 弄均勻他們 不能夠行動 這樣就可以了 第三點 一開始 你開任務 你過去找膠片的時候 那段時間 會有些援軍過來 如果你在這邊開始的話 那援軍就會在這邊過來 如果你在這邊開始走下去的話 那援軍就會在這裡走過來 那你就要在他們來之前 要找到 對 底片交通 跟著 回收俘虎 你可以在這裡開始 降落在這裡 跟著在這裡開始 開任務 然後走到這裡 在這個哨站 東方哨站 這裡有一個俘虎 但這些可以去的 在屋內 高山托鷹 這個難搞一點 你在他附近找一下 找一下 找一些鳥 看看有沒有飛來飛去的鳥 你打他下來就可以了 不要記錯 我那時候打 大約在這個位置 比較前一點 這個位置 我看到他山邊有隻東西 剛好 飛了下來 然後我就射一射他 然後他就在山邊掉下來 然後我回去回收他 然後就做到了 剛好那隻就是 托鷹了 那 就 開始了 又是直接過去先 這關的話 你可以選一隻馬 或者選一隻馬 也可以 隨你喜歡 沒所謂 其實 因為這關都沒有什麼特別難度 只要你知道那個 底片膠桶在哪 的話 又可以順便做完無痕跡 對 關於這個底片呢 我自己是遇到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就是在柱上 一個情況就是在桶上 一個情況就是在桶上 在地上有個 類似那些壺之類的東西 就是在那裡 只是試過這兩個地方 都很隨機下 所以 最好兩個地方都走一走 如果那條柱沒有的 就在桶上調查 這次是在柱上 其實在柱上方便很多 因為桶那邊 就是在湖那邊 那邊 那邊有兩個士兵在那裡 那不是太好辦事 柱這邊安全一點 看你有沒有幸運 不過就算你不幸運也不要緊 你可以直接重新開任務 然後一路 一路 再重新開到柱上方便 那便完成了 這個可以說是 最簡單的一關 已經 就是這樣 下個任務再繼續 結束了